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北京有一个突发新闻 就预示着北京在新疆问题上 要对美国要下跪服软了 今天12月25号 北京新华社发消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这个消息说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陈全国同志不再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另有任用 马兴瑞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 这个消息就是说 目前担任新疆党委书记的陈全国 他不再担任新疆党委书记 但是叫做另有任用 就是他并没有被撤职 而是要给他换一个职务 陈全国作为新疆党委书记 其实地位已经非常高了 已经再升官 已经不太可能升官了 所以一般认为 陈全国将平调 就是调到全国人大 当一个副委员长 这么一个闲职 也算是让他提前退休 那现在北京要换掉这个陈全国的这个新疆党委书记 其实是一个很不正常的 因为现在新疆问题正好是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风口浪尖上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对新疆进行了制裁 而且对新疆党委书记 陈全国本人也进行了制裁 北京要让被美国制裁的 这个新疆党委书记 陈全国下台 就完全不符合过去 北京和美国对着干的 这个一贯的精神 所以呢 北京让被制裁的 新疆党委书记 陈全国下台呢 就是表示他们在新疆问题上要对美国服软认怂了 为什么北京突然对美国在新疆问题上服软认怂了呢 这是因为美国终于推出了一个具有实际效力的新疆法 前天12月23号 美国总统拜登就签署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简称叫做新疆法 这个法案呢 禁止美国从中国新疆进口产品 除非呢 能够提供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说这个产品并不是由强迫劳动制造的 所以在事实上 这个法案呢 就是美国宣布禁止中国新疆的产品 美国中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在声明中说呢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穆斯林 持续进行种族灭绝是对整个世界良知的挑战 如果美国因为商业利益而不为中国的人权发声 那我们就失去了所有为世界各地人权发声的道德权威 而且呢 美国不仅是自己禁止新疆的产品 还要求其他西方盟国也一起禁止中国新疆的产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 解决维吾尔人强迫劳动问题 是本届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 所有这些都要求盟友和合作伙伴共同采取行动 确保在全球的供应链中 不使用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动产品 那过去美国对新疆的制裁 包括制裁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 他们都是一些象征意义的制裁 所以呢 北京也不太害怕 可是这一次呢 美国的这个新疆法盒是动真格的 他不仅是要禁止美国进口来自新疆的产品 还要求西方盟国共同禁止进口来自新疆的产品 这样一来呢 就会造成新疆的产品就无法出口了 就会对新疆的经济产生一个相当致命的打击 所以呢 北京对这一次美国搞的这个动真格的新疆法 也是真害怕 所以呢 就在美国宣布这个新疆法正式生效的一天之后 北京马上宣布解除陈全国新疆党委书记的实务 事实上就是让陈全国下台了 因为陈全国在西方啊 就被认为是迫害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最主要的人物之一 也是新疆维吾尔人最痛恨的人之一 那么陈全国的下台呢 不仅要让新疆维吾尔人感到大快人心 所谓拍手称快 也是让西方感到北京在新疆问题上好像有所让步 那么虽然说这个新来的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 会不会继续坚持陈全国的强硬政策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呢陈全国这样所谓迫害人权的标杆性人物的下台呢 在西方国家就会感到呢 中国的人权问题好像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了 会让西方国家有一定程度的满意 那么这个新任的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 他是一个典型的军工系出身的官员 马兴瑞是在中国著名的军工院校叫做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 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之后就任教 后来又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副校长 从1996年开始呢 他就调任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担任副院长 2007年开始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担任总经理 就是一个典型的军工系的干部 在2013年呢 马兴瑞进入政界 他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 2015年他又担任深圳市委书记 2017年担任广东省省长 那么这一次马兴瑞是由广东省省长直接就提拔为新疆党委书记 这应该算是一个破格提拔 因为新疆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 所以对新疆党委书记的要求比别的地方要高 过去呢 要到新疆担任党委书记 都要事先在其他地方的省市担任第一把手的人来担任 就是在其他省市担任过 省委书记的这个人呢 来担任这个新疆的党委书记 马兴瑞他从来没有在一个省当过第一把手的省委书记 他就直接跳到新疆去担任党委书记 当然就是属于一个破格的提拔 以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说过了 马兴瑞他是一个军工系的干部 也算是习家军重用的一个一批干部 因为军工系的干部 他的履历相对比较干净 就是过去他和江泽民啊 胡锡涛这些老领导没有什么关联 所以习近平就比较信任这种军工系出身的干部 那么现在这个马兴瑞他作为新疆的新的党委书记 因为他也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所以呢 他担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 他做的事情呢 灵活性就可以比较大了一些 一般认为呢 马兴瑞他也不太可能全盘继承成成全国的强硬政策 会在新疆地区啊 实施相对比较缓和一些的民主政策 这个也符合北京的预期嘛 因为北京撤坏成全国 他并不是想换一个更强硬的人去主政新疆 跟西方对抗升级 北京是想换一个相对温和的人去主政新疆 跟西方的对抗降级 但不管怎么说吧 这对于北京来说 现在新疆问题正好是处于一个全世界的风口浪尖上 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刻 北京突然让新疆党委书记成全国下台 不仅是北京自己是灰头土脸 他也标志着呢 北京有可能改变那种对外强硬的战狼外交 或者啊 他就想要放弃或者降低和西方对抗的程度 所以呢 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这一次成全国被免职 也就是说在新疆问题上呢 北京要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服软认怂了 当然这也不是北京自己主动服软认怂 而是这一次美国这个新疆法呢 他确实是比较厉害 他不再是过去那种象征性的制裁 他是具有实际的杀伤力 那北京想来想去觉得这样的杀伤力也是太大的一点 他们似乎也承受不起 所以呢 也就不得不复然认怂了 所以呢 今后在打压新疆维吾尔人方面呢 北京有可能就会有所收敛 那么这一次把新疆党委书记成全国免职撤换 就是北京啊 对美国做出的第一个复然认怂的表现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